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 路儿搭搭路儿搭搭的这个品牌负责人 张维润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维润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维润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路儿搭搭路儿搭搭的这个品牌名称 他是所谓的香包的品牌对不对 是没错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有这么的可爱的品牌诞生在我们台湾 甚至以后他会红到国外去 先跟我们讲一下吧 这个是我很大的奴隶的愿景和目标 路儿搭搭这个名字的由来 主要是来自于我为我的女儿取名字 当他在我老婆的肚子里的时候 因为我老婆很喜欢鹿这个动物 他说我想要叫我的女儿叫鹿鹿 所以我们的英文名字不是叫鹿鹿 我们叫鹿鹿 就是更好听一点我们的感觉 那在取这个品牌名的时候 其实我女儿已经诞生了 那我们在想说 我们自己的商包的自创品牌 我们要怎么样去取一个好记 又动人 还有一点故事性的名字 那我女儿在学讲话过程当中 叫爸爸一开始还不会发爸爸的音 所以他叫达达达达 那我听到当下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达达这个音是很好记 也很好念 那我就把路儿跟达达放在一起 叫路儿达达 他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那后来我们去再去查询达达的单字的时候 也发现其实达达的名字 他其实在英文当中也有爸爸的意思 是 对就小朋友还不会说爸的音的时候 还不会讲daddy的音的时候 会达达达达这样子 ok 所以路儿达达其实也是路儿爸爸 就是我的名字这样子 对所以我是这么来 那中文上的达达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们的香包是属于一个 搭配性的配件商品 所以我觉得 取用这个达 搭配的达 来去做一个音译的翻译 刚好也是有符合商品本身的使用这样子 所以我们整个品牌名字是怎么来的 对 那我自己本身是 商包商品的经销商 那我本身手上其实经销了十几个 心理箱包包相关的品牌 ok 对 ok 这个是我创业起步 是属于一个经销商的角色 那我希望我打造的是属于一个 精选的香包选物的通路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一开始所创立 以还没有自己自由商品之前我想要打造的 鲁尔达达就是一个精选的 行李箱包包的精选选物品牌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打造的是像是一个Seven 它也是属于一个通路品牌 全联也是一个通路品牌 那我们打造一个属于鲁尔达达的 行李箱包包的通路品牌 那接下来我们也着手在2024年 也是属于我们自由品牌的一个诞生的一个元年 所以有我们的自由品牌也已经开发出来了 那也会朝了 除了是选物之外 我们也有自由的鲁尔达达的自营品牌在 对对对 我觉得你对香包有很深的情感 这个可能就是除了回溯到你女儿 他出生他还可以到更之前 你小时候你要选个这个礼物给自己的妈妈 对 你是选包包啊 对像我送给妈妈 或者送给我现在太太 送女朋友的时候 然后送给我妹妹 其实我都很喜欢买包包或皮夹 那原因是什么 是我觉得他不用选尺寸 那他不用看版型 不用知道你穿起来的样子好不好看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相对性比较简单 对白话一点讲比较简单 所以其实从小在送礼物的时候我就觉得 然后当然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买包包 就是我是出门会带包包的那种男生 不管是后背包或鞋背包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从小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姻缘在 那开始在工作之后也有这个姻缘机会进入到 香包的产业当中 然后从业务端开始做起这样子 那在公司当中也升到了主管 然后后来也因为姻缘机会之下 那出来自己创业 然后开设自己的通路这样子 老板非常器重 对其实他真的做得非常好 对在整个创业的路上 他给我相当多的资源 不管是商品的竞价也好 不管是他说 我的品牌就让你挂在你的 那个专柜的门口 我让你用没有关系 对你就算是我们的专卖店一样 你一样可以卖其他人的货 那可是我的商品你加油努力去卖 那用我的品牌去帮你 承这个店的知名度 然后他也给我相当好的一个竞价空间 那甚至于说销售之后才去做结账 对在这部分给我非常大的支持 那你就已经是一个top sales 那你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去走品牌之路 是 我觉得经销商毕竟他有一定的空间 就是他没办法很 就是我们讲白点 我们一直在卖别人的商品 对我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真正想要行销的产品给传达出来 然后当然讲白一点 他其实整体的在毛利空间上也是有限的 那情感的走向上面 其实你不容易的传达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整体的行销活动规划上面 其实是你会如果是卖别人商品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卖 你相对性的品牌部分也有他的控价的部分 像我一个很大的例子 我们配合某一个电商平台的活动 因为他换了主理人PM 然后因为我们卖的这支品牌 他有严格的网络的售价的控价 那换了PM之后他们不知道 就他帮我绑上了活动 结果就在一个周末我的商品被下杀折扣 可能满5000块被遮了600块钱 那当时我们其实跟经销商之间是有一个签约的 如果我们不小心卖低于规范售价的话 是需要罚款的 那我在那一周 我被两个同业的经销商去购买我的产品买走 然后就是po到我们的群组上面 那也因为这样我被罚了2万块钱的罚款 对这其实是经销商比较辛苦的地方 我们对于整个的行销上 你其实是没有太大的空间琢磨的 我们就只是在卖商品而已 对可是打造自己的品牌 我觉得所能施展的空间就很大了 对不管是对消费者沟通上的一个情感价值 对或者是对一个我们品牌上面 想要做什么样的行销内容的包装 或者是去找活动代言人KOL等等 都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应用 所以打造品牌一直是我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对没错 那讲到这个品牌价值啊 我们的这个Lua Dada的一个品牌核心价值是什么 是 我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 刚好也是我女儿诞生的这个时间点 对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希望说我在做电子商务的情况 我是可以去陪伴边做电商边陪伴他成长 所以其实我自己打造的品牌是属于 我们有一句slogan叫做开启一段陪伴与守护的旅程 那这过程当中就像是我在陪伴与守护女儿成长 是那我们所打造出来的商品其实就在守护每一位旅人 每一位出国玩的朋友每一位商务人士 你的所有的行李衣物的一个安全 对那陪伴着你旅游 那也守护着你的物品 那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价值里面 对对对 我刚刚说你很为难你自己对不对 对 你真的很为难对不对 对 因为连那个商品都要自己去设计 没错 和你自己化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打造一个品牌商品 其实我们要开创一个行李箱包包 不难 我们去工厂找样板下单贴牌 其实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可能可以在一两个月时间就完成 可是这商品的诞生其实耗费了我们半年的时间 我们从一开始 不知道从什么样的概念去出发 然后开始去找一些样式样款 想像自己要的形式 那也结合自己的品牌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慢慢一开始真的是想破头 我根本不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所谓的美工背景 那我也不会所谓的3D制图 这个是要画3D图的 所以对我来讲 哇怎么办 我要开发自己要的 可是我又不会做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苦恼 那我开始去整合很多的资源 我从自己先画画看概念 然后可能去找绘画平面的先帮我画出来 然后绘画3D的帮我创造出来 这中间在做了非常多的沟通 那我们一开始开发想说从直线条去做 那你如果只是直线条 它其实你很难反映出一个所谓的特色 那所一开始我做的其实是这个角 然后直线 然后这里再切一个角 那后来觉得在经过非常多的修改之后 我觉得我们叫路尔达达 我们想要把这个路的形象给展现出来 所以在整个行李箱外观上面 我把这里给拉直了 然后留这里保留 其实我这个就像是一个路角的样子 对对对 有路的样子 没错没错 除了外观之外 我们的内里也是 我们的内装布料 其实这整个布料里面的那个花色跟样式 我们也是用那个路角的形状跟概念去画出来的 对那这个是我跟我太太之间讨论很久之后 那所设计做出来画出来的样子 对对所以是等于是除了整个品牌的核心情感之外 我们也是把整个品牌的这种路尔路的这个意象给打造上来 对对对没有错 真的很棒 是谢谢 就是所谓的品牌啊 他由内而外 他的这个理念啊 他的image都必须要是一致的 对对 你们做到了 是是 好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对于路尔达达 路尔达达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吗 是 短期计划来讲 我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将我们这个品牌给大量的曝光出来 从今天是等于今年2024年是我们品牌的元年 那开始我希望在三年五年之内 让大家想要买行李箱的时候 不是只有想到Rimova 不是只有想到Samsung 9 你还能想到路尔达达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搭配非常多的数位行销的方式 然后不管是主动流量也好 被动流量也好 付费流量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那个KOL的宣传 那把我们的整个的品牌跟商品打造的更完整 这个是我的短期性的一个规划 对那以中期来讲 我希望除了线上销售之外 我是希望在全台湾的百欧公司当中 我们是可以去打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通路 对实体通路在 因为我觉得有线下通路在 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购上面 他可以获得更好的资讯回馈 然后真的可以触碰到商品 可以了解到他轮子不是真的只有我们嘴巴讲的那么好推而已 对那他的材质不是真的只有我们讲的那么好 不是只有你在网路上看到的图片介绍 对而是你可以实际的去摸到触碰到的 对所以线上线下整合会是属于我整个通路上的一个中期规划 因为我把整个零售我打造成上中下游 三种模式 上游是所谓的制造商工厂的概念 中游我们属于是品牌商跟代理商 下游的话是通路商 对那我希望说我最少是可以减 除了自己本身是品牌商 做这个数位行销的行销之外 我们也可以有实体的通路 让消费者可以更接近我们 对这个是属于中期性的一个规划 就是通路商品的打造之后就是通路的建构 那再来整个长期性的长远规划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到像网品集团一样 所谓的失望创业的模式 我希望在我公司所认知的每一位同仁 你们不仅仅是在公司上班领薪水 领奖金而已 我希望你们在我这里培养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那在你们准备好能力准备好的情况下 然后在你的这个资金也准备好充裕的情况之下 由公司我们已经尝试很多的试错成本 你想要出来创业 我公司可以支持你 我们来找不管是找品牌代理也好 或者是找品项的开发也好 你透过公司资源的整个整合 来帮助你一起共同来创业 让你在创业路上可以走更 就是少走一点冤枉路 那我自己的概念是 除了培养各位 我们的伙伴同仁 有这个相信力 然后共同一起都成为创业家 这个是我长期性想要经营的 非常非常想做一个方向 那当然我也跟我的同仁讲我们的设定的营业额如果有做到 因为我们是卖旅行箱 所以我希望我每一年都可以虽然我们只是销公司 可是我希望我每一年我都能提拨预算来带所有的公司同仁出国去玩 带着我们就是全公司的同仁带着我们自己的行李箱 帮我们的行李箱带到全世界去 如果消费者也想要跟头 没问题 这个会是我们想要走的一个企划 想说如果消费者这时候我们可能 今年度比如说我们预计想要去日本 那我们就开放 开始在社群媒体或广告上面去开放报名 只要你是带我们的行李箱跟我们一起出国 那我们就有一点其他的可能是补助或是回馈组一个团 那甚至于如果更好我们包一台飞机一起飞出去 对这个会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个方向 把我们的商品还有我们的品牌理念去带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对 其实韦润作为你的这个员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要求他的一个系统学习能力要很强 但从刚刚的一个聊天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的系统能力是非常强的 因此你设定计划到你后来真的自创品牌 你有一个实体的一个店面 从一家你甚至推展到三家对不对 可是既然遇到疫情 那你又很快从疫情当中爬出来了 对 对所以对你而言就是系统化的一个学习 到能够真正有一个经验的回馈 是非常难得的对不对 是 那我觉得在创业上面 呃我觉得我不怕困难 是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想要做经营份事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其实一天到晚我们遇到的是 不断的不断的遇到很多的问题 带我们去解决它 是是是 对那你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 非预期性的事情产生 对那所以我觉得要不怕困难 然后要累积自己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再来就是知道自己不够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方法去学习 那只要愿意花时间 然后也愿意花钱去投资自己 我觉得你都可以想到无数种的方法去突破 对就像我从开店 在三年之间我开了三间店 那这中间其实有一年半时间 疫情发生 然后疫情一延烧就是三年 所以这中间过程当中 其实我亏了两百多万 对就是收掉了两间店 对剩下一间 那这中间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对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也不是大资本创业家 对所以其实亏两三百万对我们来说是很辛苦的 那我只能去想办法让自己存活下来 所以我去进行了数位转型 对所以我就开始投资自己以往不认识不了解的电商领域 那一开始摸索的时候也是瞎子摸像一样 你不知道从何下手 从何去做到处问 那后来觉得我需要的是更系统化的学习 对所以我就自己去找一些课程 然后去找老师上课 然后建构更完整的整个的电商跟数位行销的一个概念 那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是可以在白板面前跟公社伙伴同仁上行销课的 我又跟他们讲说我这个花了二三十万 你们来这里上班除了有薪水领 你还有课上可以学到这些概念 跟你最大的差别是你这个是实战经验 对没错 你这是实战经验 对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路尔答答路尔答答的品牌负责人 张维任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讲这一段很 这是他的一个品牌行销远言 是没错 路尔答答他在这个时候他要起飞了 对 然后就是带着这个爸爸对女儿那样子的一个诞生的一个喜悦 能够把那个达达达达叫出来的时候 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路角印在他所有的这个品牌形象上面 这一段故事我想就是永远都会被大家记得 是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